嗨 大家好 我是Vic 我們開始吧 我們愛開槓好久沒有更新了 這系列真的好久沒有更新了 剛好我剛剛是從北部回來 因為我們今天去參加 觀想的一個小型的發表會 已經發表完了 那我也從北部回來到高雄 那現在在開車要回家的路上 趁這個時間點 和大家來分享一些話題 那這個話題 其實我相信 你們如果有看到影片的標題 應該就知道要討論什麼樣的主題了 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會比較是屬於用問問題的方式 來問大家之外 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問了這些問題 如果你們有任何所有的想法 或者是有不同的觀點 你們都可以在這支影片上方留言 首先是第一個問題 當你被貼標籤的時候 你的感受是如何 會和大家分享這個主題 其實是我有發現 我們這幾年 我們頻道分享一些影片的時候 所得到的一些回饋 我們有發現到 我們好像會被人家貼上一個標籤 就是說你是光陽派的 或者是你只會說光陽的好 不會去說他的不好 甚至很有可能也會去說 你會去說其他車廠的車質不好 等等之類的 當我們看到類似像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或者是有類似像這樣子的留言的時候 其實我本人看到是還蠻不好受的 各位還知道我們阿曼修的頻道 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分享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分享的內容 其實是跟機車的維護保養 然後修復改裝旅行 甚至我們也有拜訪一些相關產業的公司 將這些知識帶給你們 可是當我看到這些內容的時候 甚至會有一點很莫名其妙的 被貼上這個標籤 說真的 內心是一定會不開心的 當我們冷靜下來 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也會發現到說 這些人他們會有這樣子的動作 我覺得也不算是不對 原因是因為 從我們頻道一開始到現在 我們分享的一些內容 我們所採用的車種 也就是範例 是用哪些車 最早一開始 我是用我的G5 然後往後就是學弟的老雷 就是雷霆 再來就是又回到我的G5 改成化油變噴射 然後再來就是改六三桿 事後又整理JR 然後再來就是Many 也是Many妹 但是現在叫他C妹了 然後還有分享GP 再來就是我爸的老車 豪爽150 這些所有的車種 全部都是官員的車系 那縱使我們有去分享其他的車廠的車 像是山陽的曼巴 DRG JET SL 甚至我們也有去分享PGO的TIG Spring 165 影片的比例來看 還是官員比較多 所以我會認為這些人 會對我們貼這些標籤 還算是蠻正常的 一旦我們冷靜下來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思考 我的心情上就會稍微釋懷一點 原因是因為沒辦法 因為我身邊的人 都是騎官員的車比較多 他們車子有問題想要來找我修 我當然也是要把它用好 用他們的車當作是範例 然後把我想要的一些知識 技術 或者是修復的方式 甚至往改裝的方式 就是把這個內容分享給大家 所以那時候我才沒有去在意 我是用什麼樣的車種 我沒有在意 我在意的是 我的內容是什麼 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才是我最主要的願意 我也蠻好奇的 像這些人有說 我們只會說官員的好 不會去說官員的不好 我也覺得蠻納悶的 大家都可以知道 KRV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我們一拿到KRV的時候 我發生什麼事情 龍頭就歪掉了 然後我又從南部騎回到桃園的時候 又發生什麼事情 驅逐油風漏油 又有一支影片和大家分享說 我KRV突然電腦出現很多故障 種種這些其實當下發生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我也是很不開心 真的也是很不開心 可是不開心能幹什麼 能做什麼 原因是因為你在怎麼樣的不開心 你最後還是要把問題解決 我還是把自己的情緒控制好 去面對這些問題 我把它解決掉 而這解決的過程 我把它用影片記錄下來 分享給大家 我是喜歡玩車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說 好吧 就面對把它修好 然後把這個維修的過程 希望可以透過YouTube這個平台 分享給大家 也意思是說 如果大家今天也遇到相同的問題 都可以參考我怎麼解決 我覺得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這樣子 也是因為我們分享KRV 蠻多部影片 光陽原廠就有注意到我們 就開始會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的發表會 然後也會去參加他們所舉辦的活動 我要跟各位講 也不是只有光陽會邀請 另外一個車廠PGO也有邀請我們 所以我們也有去分享其他的車 當然其他的車廠有沒有邀請我們 對我來講 我覺得有邀請 我覺得都很珍惜 縱使現在沒有邀請 也沒關係 其實我都很珍惜 這一份的機會 盡可能的去參加他們的發表會 然後主要是把重要的資訊 帶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我相信你們也會去參考其他頻道 他們怎麼去介紹這些車子的內容 那也相對的 我也希望大家也可以來參考 我怎麼去介紹這些車子的內容 因為有越多人去介紹這台車 他有什麼樣的資訊 而且是用不同的觀點去看待 那其實對消費者來講 其實是還蠻好的 因為可以幫助你 甚至很有可能也會解決消費者 他還沒有在購買之前 他有什麼樣的疑問 搞不好透過這些影片 全部都可以解決掉了 所以種種這些所有的狀況 走到現在 我自己很冷靜的思考 然後同時也這樣子的去分析看待 會被這樣子貼標籤 其實是還蠻正常的 可是換一個角度思考 如果換作是你們 你們被這樣子貼標籤 你們的感受是如何 再來是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其實就是 對於這些會去貼標籤的人 這樣子行為的人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對於我的答案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 如果我也去評論這些人的行為 是不是你也會不小心對這些人 貼了一個標籤 搞不好這些人 他們最一開始 也不是這樣子的想法 除非你真的有努力過了 你嘗試跟他解釋 但是他依然還是認為 你就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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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說真的 沒辦法 我也沒有什麼任何看法 我也不想要對他去做任何所有的評論 原因是因為 你跟不同頻率的人 你跟他再多的解釋 都沒有任何的意義 你已經跟他不同的觀點了 也不同的立場了 你去跟他解釋了 你是不是也嘗試著想要去改變他 但是說真的一句話 也不可能改變 你也改變不了 因為他已經入主為官 你就是這樣子 你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幹嘛要去評論他 你幹嘛要去改變他 所以我的看法是 我對這些人的行為 我沒有辦法去做任何所有的評論 縱使你真的要我評論 那不是等同於我跟他們一樣 我對這一類的人 我對他們貼個標籤 他們就是什麼樣的 就像大家常講的酸民 可是搞不好他們也只是 分享他們的主觀意識 每一個人在評論一個東西的時候 都一定是帶有自己的主觀意識去看待 每一個人的說話方式都會不同 只是可惜的是 文字是沒有溫度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如果面對面的討論 搞不好其實沒有到那麼的嚴重 在一些留言上面 我們看到這些文字 其實搞不好那個人沒有那個意思 但是這個文字寫出來 會讓你覺得你是不是在批評我 或是在評論我 然後讓我心情不舒服 那這樣子是不是造成誤會了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搞不好其實他沒有那個意思 結果你誤會他 然後我們不小心回了一個很不好聽的話 那是不是也會造成他心裡不舒服 然後就開始就鬥爭了 誤會就是這樣產生的 除非他很表明的留言就是說 你就是這樣子 你就是這樣子 看那麼多了 你就是這樣子 那遇到像這樣子的人 說真的我也不會去多說什麼 嘴巴長在他身上 手腳都是在他身上 你要改變他 你要讓他去轉隔彎 我覺得太難了 倒不如改變我們自己的想法 還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頻道最主要的分享內容 我前面影片也有講到 我希望就是把我們遇到車子的狀況 我們把修復的過程把它記錄下來 分享給大家 甚至我們去玩車的那一個過程 我們怎麼去改裝它 然後我們把這個過程同步的也是記錄下來 分享給大家 更重要的是我們騎著這些車去旅行 我們去看哪些地點哪些風景 甚至我們吃哪些美食 也是把這些過程記錄下來分享給大家 我們的頻道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在這個地方 也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好了 有沒有發現到現在網路的一些風氣改變非常非常的大 感覺都偏向於負面好多 很少看到一些正面的一些資訊或者是新聞出現 真的超少 很少 我也覺得我為這種環境也蠻擔憂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的外甥是騎DRG嗎 對不對 當初我們在分享我外甥的DRG那台的時候 第二次還是第三次的時候 我們要整理它的傳動 我把它的車借過來 我在路上騎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到它的轉速怎麼異常的飆高 我覺得很奇怪 我就發現到這個傳動一定是有問題的 果真我們去把它拆傳動的時候 我們就有發現到它的開闢盤的油風已經有問題了 所以造成開闢盤裡面的環油甩出來 甩出來後它剛好就甩到離合器上面 離合器的皮就變直了 一旦變直就會造成高轉 所以我那時候騎巧我就覺得 車子的動力速度有點偏高轉不夠紮實 那時候其實我是很想要把這樣子的過程記錄下來 同時也把修復的一些過程 也把它拍攝下來 告訴大家說這台車現在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我們怎麼修復 與此同時我們怎麼下去修改它的傳動等等之類的 很簡單就想要這樣子分享 可是當我準備要拍片 準備要去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的時候 我的腦袋卻出現一個畫面是 如果這些東西我把它記錄下來 分享在YT上面的時候 會不會有排山倒海的一些不好的言論 全部都在我這支影片灌得滿滿的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也扭曲我這支影片的原意 會不會有這樣子 因為畢竟現在網路的風情 有點太過於偏向一種很奇怪的狀況 就是我剛剛前面所講的 你只要講一點點 所有人就啪 啪啪啪啪啪這樣子 攻擊你或者甚至不看內容 會認為覺得說 你就是在講這台車的不好 然後你就是在嫌它爛等等之類的話 都有可能 所以當下我沒有把它拍攝下來 我純粹的只是用文字下去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在YouTube社群 我們放一下這個YouTube社群 當初我發的文 我們有把它記錄下來 開閉盤裡面的油風損壞了 然後裡面的油甩出去到離合器上面 離合器皮因為這樣子而變質 造成傳動有異常 所以騎起來的動力有點不太對 網路現在的風氣變成是這樣子 那未來創作者在分享一些影片的時候 好的一些內容有可能就會慢慢的快看不到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最近有一些影片在拍攝過程中 我就會設想比較多一點 我會思考一下說 這樣子拍下去會不會造成大家的誤會 可是我有想到的是我想要把這些過程記錄下來 所以就這樣子內心會一直拉扯 拉扯到後面你就會發現到說 怎麼會好像做事情是被一個框架寬住 而這個框架你感覺上好像是這些網路的風氣所造成的 可是後來我自己內心再去思考一下 其實這個框架不是網路上給你的 這個框架來自於內心你的擔心點 而框架的自己 所以就隨便吧 我們到後面也會開始分享一些不同的影片給大家 也簡單講就是像以前我們老雷這樣子的分享的內容等等之類的 所以曾經有一些車友會說 Vic的拍片風格變了 對我沒有否認一定會變的 原因是因為你的思考挺多了 當然一定會變 可是拍攝的風格變了 初衷還是不會變 原因是因為我還是很想要把這些所有的過程記錄下來分享給大家 所以剛好今天也是透過愛開幹的系列 並且透過這個主題 也同步的跟大家分享說 未來其實我們還是會持續著我們自己的風格 把我們自己所看到的 甚至所遇到的 我們都記錄下來 然後我們怎麼下去修復它 我們也是記錄下來 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相信這樣子的內容 縱使這些人怎麼說 我說真的啦 我也管不了那麼多 我也管不了他們的嘴巴 完全管不了 可是我會把它想成是 如果這些內容是對有需要被幫助的人 對他們來講是有意義的 那我反而覺得 這才是我們頻道最一開始拍片的宗旨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有問兩個點 那這兩個問題點 你們都可以思考一下 那也當然 如果你對這兩個問題點 你有任何所有的看法 你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當然也希望各位都可以理性的留言 那今天的愛開幹呢 就到這裡了 未來我們也會持續的分享一些不同的主題 然後透過用這樣子的方式 問問題的方式 除了問我自己 我有什麼樣的答案之外呢 我們也把這個問題 訪問了問螢幕前的你們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答案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會嘗試的用這樣子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很感謝你收看 喜歡我頻道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記得要打開來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都會說到 光陽的車系其實 讓我功力可以變很強 原因是因為 光陽有一些料件還蠻多的 一台車分好多版本 然後呢 又有色變一些小地方 然後常常你就要叫料 有時候叫不對等等之類的